一架美国政府的行政专机 于台北当地的时间22号傍晚降落松山机场 台湾的媒体一度盛传是中央情报局 就是CIA的局长秘密来访 后来传出可能是美军印太指挥部情报部门主管 斯都德曼少将 而稍后路透社也做了同样的报道 对此台湾外交部先是否认CIA局长访台 接着又表示欢迎美方官员来访 但这次是不公开行程 因此基于台美互信 外交部不予评论 总统府稍后也做了同样的不证实不评论的回应 不过与此同时 行政院长苏贞昌则是在出去活动时 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 在总统蔡英文领导下 台美关系越来越好 高级官员互动频繁 很多事都要做准备 就像餐厅也要准备好 好菜一道一道端出来 准备好之后向国民报告 美国总统大选虽然已经结束 但川普总统拒绝承认败选 一些选举官司也还在进行当中 由于川普对台湾相对的友好 因此台湾政府与民间 目前热烈支持川普者仍然是大有人在 但是台湾各界对于川普政府官员在选后访台 乃至于像是签订经济合作了解备忘录 能发挥多少实质的作用呢 仍有疑虑 先说这个史都德曼少将访台 美军的印太司令部原名为太平洋司令部 是全球美军六大区域司令部当中规模最大的 范围涵盖了36个国家超过全球一半的人口 辖下军职跟文职人员有30多万 约占美国现役军人总数的五分之一 史都德曼虽然是少将 但是因为美国的将官是从准将开始 少将是两颗星 相当于台湾的中将 因此无论是以美军印太司令部 还是以他个人的阶级职务来说 都同时具备了重大的象征与实质意义 可以说 比先前访台的卫福部长国务次卿 乃至于预计将在12月初访台的环保署长都要来的打 但是问题来了 一位美军情报部门的将领访问台湾 在两岸关系紧绷的此刻 敏感性与机密程度应该非常高 但是各大媒体却都知道要派记者 到松山机场外面去等候拍摄这个专机抵达 而且还往高阶情报官员的方向猜测 虽然是猜错了啦 但显然还是有政府内部人刻意的泄露风声 而外交部跟总统府等单位呢 虽然也照惯例不予证实 但隔魁却喜心于色 用好菜一道一道端出来来形容 这透露出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苏贞昌罔顾活防军事机密的敏感性 以选举思维来操作 也是所谓的大内宣 如果是这样 就表示政府首长不知心中 把个人或政党的短期利益 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如此一来就可能会影响到 美台双方后续的实质交流合作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 史杜德曼的阶级跟职务虽然重要 但他这次访台 其实跟以往在台面下的美台军事交流差不多 并没有什么敏感情报交流 或洽谈什么重大的军事合作 只是要做给北京看的 因此也不介意消息泄露出去 也就是说 他跑这一趟是为了川普政府的大外宣 也让台北当局顺便大内宣一下 可以说是另类的台美互助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总统虽然是国家元首 但也只是行政部门的首脑 总统选举纠纷 如果无法在明年1月20号就职典礼之前解决的话 将会由最高法院出面裁定 尽管目前最高法院大法官以保守派占多数 九位大法官更有三位是川普提名的 但是以目前选举官司的情况来看 除非有爆炸性的进展 否则最高法院裁定他胜选的机会也非常小 而以美国的体制 就算川普真的是被民主党做票给做掉的 他也没有交出政权以外的第二种选择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台湾民众也好 关心台湾的海外观众朋友也罢 就必须要对当前的美台官方交流 有正确的评估和认知 一旦拜登走马上任 川普时代的内阁首长都会下台羽工 而拜登与川普在经贸与环保等政策上 也有极大的差距 因此前几天签订的经济备忘录也好 即将造访的环保首长也好 基本上实质作用恐怕都不大 特别是那个备忘录 本来就只是表态用的 没有任何实质约束力 这一点民进党政府应该很清楚 因为当年韩国瑜选上高雄市长之后 大力推广高雄的农产品 出国到处签备忘录的时候 民进党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这阵子书贞昌口中的一道一道好菜 虽然不能说实之无味 但营养价值却有待上去 史杜德曼少将外船 将会在台湾停留大约48小时 而他到底会跟民进党政府谈一些什么 相信以这个民进党的风格 在他离开之后 多少会露出一些风声来 另一方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中答询时 对于美军将领访台 与美台签署经济备忘录 都只是以一贯的口吻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 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假如两天之后 北京方面没有更大的动作的话 其实也就表示出 美国对台湾的这一连串的举措 真的只是川普政府在倒数计时阶段 企图发挥剩余价值 跟因为开放莱猪进口 而被打得满头包的这个民进党政府 一起抱团取暖罢了 我在九星山湾区从事媒体工作 这二十几年来 经常被人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湾区华人这么多 但是中文电视台这么少 曾经也有不太多的几次有人问我 成立一个中文电视台 而且可以制播新闻的 要花大概多少钱 这两个问题 其实可以算是一个问题 因为无线电视的频道有限 除了要投入资金以外 还需要碰运气 才能租或者买到频道 而制作电视新闻相关的节目 需要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 因此就算有华人电视台 新闻里也把大部分的篇幅 给了主流社会 特别是政治新闻 华人社区关注的一些活动消息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然而在六年前 优势频道成立之后 这一切都改变了 优势可以说是打破了 所有电视台营运的常规 在以华人为主的非主流市场 由公益基金会成立 不卖广告 只靠外界捐款赞助支持 而且专职人员非常少 大部分都靠义工 在社区人士与观众的赞助 与支持之下呢 我们制播了多种多样的节目 满足湾区观众朋友生活资讯的需求 而我们新闻部 以小而美短而精为原则 为观众朋友提供新闻 时事评论与社区活动的资讯 也得到了许多朋友的鼓励和肯定 时续接近岁末 又是感恩的季节 在此我要感谢所有支持 优势频道的朋友 您的爱护和鼓励 也希望能够在未来一年 继续在您的赞助与支持之下 为所有的优势观众朋友 提供优质的节目 再次谢谢您对我们的肯定与信赖 11月8号到12月6号 每月捐款30元 即可参加BOSS2G周周送活动 详情请上优势官网